但是他会让范思变成共和党里面 一个超级重要的政治人物 那再来谁要来选总统呢 第一个假定川普这个 川普主义继续地延伸下去 那川普指谁 谁的票马上就多很多 那这样你们来找我 来找我 如果真的你不找我 说不定就把范思捧起来了 很多可能都有 但所以范思出来这个众说纷纭 赖金德作为总统 他我们用常理判断 他不会透过代理人 去获得跟美国沟通的管道 他一定是要直接自己的沟通管道 这个是结构上的需要 跟你有没有外国的学位 跟你做是谁的人马 那个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结构上的需要 川普选择范思的说法 其实有好几个 尤其大家觉得 这个范思以前不是 很纯粹的川普派的 你怎么会学到他 他还批评过川普 对 所以有些说法是说 第一个川普被子弹 伤到之后觉得我胜券在握 我就挑一个反正 对我没什么威胁 然后对其他人呢 反正因为大家都很多会抢嘛 你们都在抢 那我就不要 我就选这一个 让你们这些 每个来跟我这边 争复守位置的这些人 那你们就不要讲吧 我已经找了一个 你们之外的人 那还有一个可能呢 有人说川普啊 他本来就是想要 让大家觉得天危难测 你觉得我要选谁 我就不选谁 我就选你猜不到的 我做什么事情都猜不到 那川普的个性 我觉得蛮有可能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那再来就是说 范思呢 因为他真的很年轻 所以川普不一定 我不觉得他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我如果川普当了总统 下一任总统就交给你了 我不觉得他会有这样 百分之百的想法 你说范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川普 川普 对川普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会让范思变成 共和党里面一个超级重要的政治人物 那再来谁要来选总统呢 第一个假定啦 川普这个川普主义继续的延伸下去 那川普指谁 谁的票马上就多很多 那这样你们来找我 来找我 如果真的你不找我 说不定就把范思捧起来了 很多可能都有 但所以范思出来这个众说纷纭 但重点是说 他的这些反中的言论 确实我觉得会让媒体很高兴 譬如说你可以看民进党立员党团的总招 吴思瑶 人家问他说 川普讲了说要交保护费等等等等 吴思瑶说什么 他说你们不能只看川普讲保护费那句话 你要看他选的副手范思 他超级反中的 抗中保台 你就知道民进党没招了嘛 因为川普讲这个话 民进党远不过来 所以他只要叫你去看范思 那很多媒体也是这样子 川普因为不会常常针对这些发言 所以他们会以范思的发言 当成是川普的意志 当成是川普政策的路线 那就是抗中反中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 当然你可以看到 未来川普不管在科技战 贸易战等等 对中国大陆的做法 应该也不会手软 因为他在任内本来就要做这些事的 科技战是他来不及做 他就输了 还有一个是说川普他因为不在乎 气候变迁这些事情 所以拜登跟中国大陆 习近平可以合作的气候变迁这些事情 在川普任内的话 不会出现了 所以你会看到继续的强硬 加上合作的领域变少 那么当然整体的印象就是 未来的川普2.0 对中国大陆会更加的强硬 周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川普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候选人 那如果现在目前看起来 他很有可能会当选下一任的总统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川普去选这个JP Vance 与其讲说他跟他是同样型的人 不如讲说这个JP Vance很聪明 过去他骂川普说他是美国的希特勒 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 他骂美国希特勒是川普 然后他过去还夸中国大陆 他说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政策是成功的 在那边照路啊 帮人家做基础的建设啊 然后去走这种路 他说这个方法美国人也应该要学 那你过去讲的话 怎么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那完全不一样 我就觉得 我不晓得这个字是不是适合了 国外有一句话叫Slicky 这个我觉得我的JP Vance 就这样的一个人他他很投机取巧 他随时会转变的嘛 这个立场怎么可能180度马上就转了 我觉得Trump是看到这个年轻人第一个他的年轻嘛 第二个你转了以后你完全跟我走同样的路线嘛 那我只要在做总统你做副总统那可以照这样转变这么快 这么彻底然后去彻底执行我的政策 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就这样一个选择 那至于说Trump会不会当选 他当选的几率当然是高 但是我觉得拜登会不会选还是有变数 拜登会不会退选 然后会不会有另外其他人出来选 我觉得还是有变数 因为你要看的不是总统能不能赢 你要看这个总统未来的四年还能不能做得好 能不能做得好 美国人如果以美国人自豪全世界最好的民主制度的话 那么美国为什么不可以有其他比拜登更好的人出来选 我觉得这也是美国人将来会有一个选择 所以我在看第一个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变数 第二个美国将来是不是能够这么样强硬 一直都是以美国第一 然后把中国大陆当作是他的未来的威胁 跟最大的敌人 我觉得这些情势到后来都会变 我觉得这个还要静观其变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最聪明的一个是什么 就是美国人是变来变去 美国人随时会把某一个人当作第一号敌人 第二号敌人 他会变的 但是我看到今天中国大陆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还是以静自动 我还是行稳自愿 我现在就是好好做好我自己 你怎么变是你的事情 当我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 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对付我 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的是黄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因应美方的一个变局 那赖清德呢 他也重新在布局驻外的人士 那其中内定的是驻美副代表杨毅山 我先来讲一下他的背景 他是毕业于澳洲国家大学 是有英国伦敦大学皇家 哈洛威学院的国际关系的硕士 但是大家认为他以前是龙派人嘛 也就是林家龙的人嘛 赖清德他在去年接任了党主席之后 就延然他出任这个副秘书长 那今年初又一度代理秘书长 也获得了赖清德跟这个郑力军的一个信赖 但是现在看到在这个驻美外交人士的斗争之际 赖清德找了这个杨毅山进来 有人说他就是在监军 有人说他是在培养下一个萧美情 你怎么看 赖清德作为总统他 我们用常理判断 他不会透过代理人去获得跟美国沟通的管道 他一定是要直接自己有沟通管道 这个是结构上的需要 跟你有没有外国的学位啊 跟你做是谁的人马 那个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结构上的需要 那么所以美国想要让赖总统知道 第一个就是透过肖副总统 要不然就是国安会秘书长 要不然就是外交部长 要不然就是我们驻美国的代表 你说这四个管道 那你这四个管道都不在自己手上的话 这个总统做起来 你就连查证是否属实的关键都没有 所以最重要一点 就是你最起码要能够有一个可以compare notes 就是我听到的跟我实际上知道的 这个讯息有没有落差 如果有落差环节就出来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不用当总统了 任何一个企业的老板 他怎么可能勤资是完全透过代理人去获得 从这一点角度 这个picture这个图像就很清楚 所以有人说他会是一个下一个肖美琴 有人认为说肖美琴现在这个管道呢 已经赖清德已经冷冻起来了 他因为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他想要一手抓 冷不冷冻也不是赖说的算嘛 对不对 而且冷冻小美琴对赖现阶段占无好处 不切实际 然后容易受伤 然后好处还看不出来 所以有些事情 不是突然一个改变马上就可以看到效果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